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的是製造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講二氧化碳製造二氧化碳 來 二氧化碳性質 無色無味無臭廢話 然後密度比空氣大 分子量四四 比空氣大 然後才會來到的氣體 這是簡單事情 然後不可能 不住人來前面講過 然後這是一個重語 有用水形成什麼東西 我有寫分子四了 下面的實驗是要什麼東西 二氧化碳溶於水 剛才才交過變成什麼 旺 二氧化碳溶在這邊什麼 碳酸 然後呢 幫忙做一個要吸收二氧化碳 這是李松老師教的 然後附體的二氧化碳叫乾冰 乾冰你的現象會做什麼事情 也會教過乾冰他什麼事 他會昇華 直接從固態變成 氣態 一起來 固態變成氣態 要昇華 這是很簡單的小事情 簡單的小事情 了解一下 看一下 然後呢 怎麼做 怎麼做那種化碳 裝置跟作氧基本上一樣 上面倒個液體 底下放個固體 產生一個氣體 上面倒什麼液體 吸氧酸 碰什麼固體 大理石 就是碳酸幹 產生什麼氣體 二氧化碳 所以 長這樣 方式 方式 當初學的時候只有中文 現在你已經到了三年級 你會化學士 所以這裡有反應方程式 碳酸幹加細填 產生二氧化碳 就是我們的反應 所以上面一個液體 鹽酸 底下放個固體 碳酸幹 產生的氣體 二氧化碳 推廣的說 酸的通性 碳酸鹽加細酸 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不一定要碳酸幹 可以用碳酸鈉 碳酸氫鈉 不見得一定要用鹽酸 也可以用硫酸 也可以用醋酸 碳酸 叫做碳酸鹽加細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要你被破的酸的通性 碳酸幹加細填酸 產生二氧化碳 就是我們做二氧化碳的方法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客人做實驗的時候 講過可以用大理石 我們也用過貝殼 我們也用過貝殼 或者是有人說 拿石灰石、石灰鹽 因為這些東西的成分 通通都是碳酸幹 所以他們碰酸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呢 這個實驗的注意事項 這個實驗的事情 都跟當初做養的是一樣的 一個是排水及氣法的注意事項 兩件事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 產生太快 他們導管後水中爬出 另外一件事是腸管藥 就有腸管藥 過入水中盡量接近底部 避免氣體溢出 所以都一樣 都一樣 那誰會產生二氧化碳 除了加上最愛誰 我們前面復習過的 這個剛剛提示過的 碳酸鹽加西酸 都會好化碳 所以不見得要用碳酸鈣 可以用碳酸鈉 碳酸氫鈉 不見得要用眼酸可以用素酸都可以 對 另外一個是我前面跟你講過加熱分解 你還記得嗎 加熱分解 碳酸鈉跟碳酸氫鈉 加熱會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也跟你提示過了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是一個重點 那是他去與碳酸鈉分別的重要方式 因為兩個都長得很像 但是也不一樣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碳酸鈉受熱不會分解 就是你要記得事情 這些東西也都可以產生二氧化碳跡象 所以以上就跟各位複習 我們簡單的講一下二氧化碳的性質 然後比較重要就是我們如何去製造二氧化碳 了解一下我們所使用的材料 然後實驗的步驟注意事項等等 以上就是跟各位複習二氧化碳的部分 OK